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猫叔 今天分享一款古法的蜜汁叉烧 这款叉烧呢 我们是用普通的荔枝炭烤制的 所以叫做古法的蜜汁叉烧 因为荔枝炭有独特的香味 比用锅头来焗更加的香 我这款叉烧呢 它是用低火烤制的 所以说它的肉质特别的嫩 我们 准备蔬菜有四种蔬菜 芫茜梗 这个是蒜头 还有红葱头 还有一小粒姜 把这些调料逐一的切碎 像这样斩碎啊 把这些调料 斩碎才能更好的入味 这些香菜调料多一点少一点没有所谓啊 所以说不需要太计较它的重量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梅花肉切成条状 大一点小一点小一点没有所谓啊 大一点小一点没有所谓啊 改造成这样的粗条状就可以了 我们准备的是一斤半的梅头肉啊 这个是一斤半的超烧酱的调配比例 首先放入四勺白糖 腐乳一块 最后一张两勺 一小茶匙的胡椒粉 一小茶匙的胡椒粉 生抽放四勺啊 好了 把这个酱料搅拌均匀 接下来再放入一茶匙的玫瑰露酒 玫瑰露酒是叉烧香气的来源啊 放进去的话 它的味道会有所不同 如果没有玫瑰露酒的 可以用米酒花椒酒代替 搅拌均匀后 我们把这些刚才剁好的料头放进去 来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 叉烧酱腌制叉烧 把这些肉全部放进去 把我们调制好的叉烧酱倒进去 再放入半个鸡蛋黄啊 给它做一个五分钟的SPA 一般叉烧呢 一般叉烧呢 需要腌制7到8个小时 我们开始烧一个烫 我们做的是古法叉烧 必须得用木炭烤它 先透个火 我们放入这个是栗子烫 这个栗子烫特别的香啊 这个不是那种木炕烫 像这种是原生态的栗子烫 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烫烧红它 我们把这个缸的温度烧到大约300度左右 才放入叉烧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盖子盖上 用碳烤呢 一定要知道怎么去控制火后 温度高了 我们就把碳减少一点点降低温度 温度不够的时候 我们就加一些碳 所以用碳烤是一门很高深的技巧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叉烧又 用吊叉勾起来 现在温度够了 我们把叉烧放进烤炉里烤 前十分钟 我们用猛火把它的表皮烤干 然后后二十分钟 再用小火把它烤熟 我们要准备的就是麦芽糖 当然也可以用白糖 也可以用蜂蜜 大家可以随意 来一点麦芽糖 多点少点没有关系 加入一点点开水就可以了 不要加太多 然后我们把这个麦芽糖把它泡在这个开水里 让它溶解 麦芽糖可以能够让叉烧上色 像这样让它全部溶解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要刷的麦芽糖浆 接下来我们开始刷麦 最后十分钟 用蜜糖浆上色 再把它烤熟就可以了 这叉烧放也有一点凉了就可以开始切了 这些糯了就不要了 叉烧一般我们都是后切啊 叉烧一定要有一点糯 嗯才好吃 这个才会有焦香感 现在我们就来尝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 我呢就不太喜欢吃肥的 我呢就不太喜欢吃肥的 我一般都喜欢吃瘦叉 但是为了拍摄需要 我们先来试一下这款肥叉 这款梅花肉的肥叉呢 它的肥肉有一点点的嚼劲 它不像五花肉那样咬下去全部是油 所以说我觉得用梅头肉来做叉烧更加的好吃 下面就来试一下这个瘦叉味道怎么样 这个是瘦叉啊 这个瘦叉是咸甜口味的 南方人特别的爱吃这种味道 这个视频呢拍摄花费近两天时间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一期我们再见